而真的日前刚刚是一名富人在住家大楼地下室机械停车位 发生了车位突然塌陷 富人卡在车内的意外 市议员陈梅娟和曾俊杰今天是呼吁公务局 应该要加强抽检大楼机械停车位 而公务局则表示 他们一直是依法规进行定期的抽验 对抽验不合格者限期改善 当然如果使用人未改善的话 将可以处以6万到30万不等的罚金 不管是升降梯还是机械停车位 只要一发生意外就可能导致人民伤亡 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性命安危 让市议员陈梅娟和曾俊杰在周一的联合质询中 呼吁市府相关局处该好好加强机械停车位的臭查检验 不过一听到其实机械停车位的使用者 负有维护责任时 陈梅娟火冒三丈 说没有使用人去检查维护 我觉得这做离谱的 我们使用停车的人 怎么会懂这个机械的东西 不过委托保管公司干什么 这是管委会 因为要叫管理会 听车人 这才就是个人使用来维护 我觉得这个不合理 法令明文规定 让解释的公务局长也很为难 但不管是机械停车位的所有人 还是管委会 一旦出于委托专业人员进行维修保养时 那么公务局又可以做些什么 局长我相信 想你这不是第一件也不是最后一件 我相信未来可有可能会发生 那我们要怎样去做贩卖 反正说这栋大楼10年 要做什么组织 一定20年啊 还是30年你要分等级嘛 我们机械停车设备 就是比照升降设备 每个月抽验就是5%以上 那由100年开始 100年开始就已经开始清扎 整个全市预计在104年 可以整个把它建制成一个资讯化的管理 所以对于这一个升降设备 包括这一个机械停车设备 就可以纳入一个比较完整的 这一个全面性的做一个查验 公务局强调 无论是升降厅还是机械停车位 目前内政部规定 都是每个月抽验5% 不过公务市对15年以上的老旧建物 则是会做到比中央规定的标准 还要严格 也就是加强抽查达15% 为的就是希望能保障市民的安全 港东新闻女众议夏秋竹采访报导 好